天高萌萌亮师傅就赶来农场 机器用卡车装了过来 今天又是个大工程亮 这边的牛群已经排好了队 迎接他们的将是全套修脚服务 吃过早餐后就老老实实走进机器里 这只牛蹄表面包疆严重 并且后脚跟处腐烂严重 凑近一文头发昏 师傅拿出小刀开始治疗 将表面的脚趾剔除干净 检查内部是否会有溃烂 蹄子的形状有点变形 完全就是前半部分受力 这样很容易就会受伤 师傅的工作就是治好腐烂 把变形的蹄子修理平整 确认完表面没有溃烂后 换成大功率打磨机开始修行 修理成这样就很完美 接着就要开始处理溃烂 这是由于农场环境没管理好造成的 分辨清理不及时导致地面潮湿 蹄子长期浸泡在其中导致感染 小心将腐烂组织刮去 清理干净后用水冲一遍 最后拿出药膏抹上 这操作有点像抹沙拉酱 透气的绷带从两体间绕过 包裹得严严实实 这种属于是小伤 发现的及时抹伤药很快就能好 养伤期间需要单独关在干燥的牛圈里 治疗结束后 牛熊屁颠屁颠地走回去消食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给个三连支持一下吧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